谁能想到,这都2022年了,居然还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江苏徐州风险,一女子脖子上拴着重重的铁链 像畜生一样被囚禁在破败的屋内 零度的气温,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的是冷饭残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竟生育了八名子女 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画面中这个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子 她的丈夫却开通了社交账号,并大讲生孩子的诀窍,带货打广告 她依靠妻子带来的热度,疯狂赚流量敛财,而且丝毫不顾公众对她的质疑 其实早在15年前,就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国产电影拍出了如今的现实 22岁的城里姑娘雪梅,大学毕业后,欠下了4年助学贷款 为了尽快帮家里还清债务,年轻且毫无社会经验的她 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一个老乡,他们说有笔,稳赚不赔的药材生意 可以带她一起去考察采购,在工作和金钱的诱惑下 雪梅跟随她们坐车,前往山区采购草药 虽路途遥远,但好在胡姐和老乡照顾妥当 加之收入实在可观,雪梅也毫无怨言 以至于从未治愈过这份工作的真实性 凭着对未来的憧憬,跟随两人一头扎进了这深山之中 山路颠簸的厉害,摇摇晃晃下,不知绕过了多少曲折沟壑 等他们赶到时,村民们围着雪梅指指点点 上过学的城里姑娘,在这偏远山区实在稀少 此时老乡带着胡姐寻找那卖药之人 让雪梅一人留下砍包,喝一杯茶的功夫 雪梅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她才发现大事不妙 身份证和钱包都不见了 老乡和胡姐也没了踪影 村里的老大爷把惊慌的雪梅堵在门口 女子,实话给你实 你为了人,把你卖给你儿子做媳妇了 无论雪梅怎么解释,一家人根本不买账 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必须替他们家传宗接代 雪梅不从,哀求他们放过自己 却被一家人拖进的小黑屋锁了起来 为了庆祝这桩荒唐的婚事 黄德贵一家匆忙举办了酒席 村里的小孩看热闹一样 看着被五花大绑的新娘子 你觉得这是在犯罪? 可老黄家人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娶老婆 那是天经必义 晚上黄德贵多喝了两杯 向霸王印上弓 雪梅拼死抵抗 踹跑了这个大自己二十几岁的男人 村里的光棍开始起哄 黄德贵的父亲也瞧不起他 两个小女子都失作不掉 你算个男人吗?接下 于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老父亲老母亲按住雪梅 这才让儿子如愿以偿 这是远离喧嚣的深山 却孕育着最丑陋的人性 从这天起 雪梅一直不吃不喝 婆婆便开始了精神洗脑 满面慈祥的她竟不说人话 我要委屈你花我多的钱 你总不能补补东方吗? 雪梅手作反抗 男人就会把她一顿毒打 她借机会逃跑 换回的却是满村人的堵截 村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和大家狼狈为奸 小娘我怎么被骗来呢 我怎么被她骗来呢 保持住保持保持 你舍你死被骗来的 咋证明你 人家屋里边 把财力都给了你 你想跑你 你不是骗子 你是要逆死个啥 小娘我 小娘我 这是你屋里的事情 你还关不上 哎呀 你给我脸真是掩抚不欠 雪梅被拴上了脚铐 扔进小黑屋 这天她看到屋外有陌生人 原来是村委会派人来收养猪睡 整面儿上的睡 不过是换个行驶的风口费 雪梅彻底绝望了 她选择割腕自杀 黄德贵急忙找表弟得逞借钱 而医生健壮却不紧不满 相比于救下人命 他们似乎更关心医药费 快去脚铐去 大夫 你是快死了 咱俩救人吧 你不脚铐咋救人 雪梅最终转为为安 婆婆为了让雪梅放弃自杀的念头 找来同样是被拐来的陈姐 四年前被卖到这个山村 她跑了无数次被抓回来 打的只剩半条命 后来被打怕了 有了孩子后她就认命了 陈姐告诉她 储存的路只有一条 想跑比当天还难 不如养好身子 博得信任之后再寻求出路 陈姐的话让雪梅在绝境之下 有了一线希望 她剪掉长发 开始给黄家当牛做马 白天做饭喂猪干农活 晚上还要忍受黄德贵的欺压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 雪梅趁着去河边洗衣服的奇迹 在陈姐的掩护之下趁机逃跑 没过多久 媳妇的婆婆发现不对劲 她急忙通知儿子 黄德贵带着村民兵分两路 一路人走上山的小路 一路人走大路 雪梅费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翻过了大山 她疲惫不堪 走上了去往镇里的那条公路 可路过的司机听她说没钱 一脚由门绝尘而去 在看路过的车辆时 却发现黄德贵等人已经追了上来 被拉回村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黄德贵将虚弱的雪梅打到昏迷 在场的村民没有一个上前劝驾 村子里被拐卖的妇女众多 这种场合她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雪梅像个畜生一般 重新被锁在小屋里 同村的一个孩子可怜她 透过窗户送来两颗鸡蛋 这让雪梅依稀感受到 这片迷雾下的山村 仍有善良留存 从此以后 黄德贵一家对雪梅看得更紧了 在这座吃人的大山里 只有德城关心雪梅 她是村里的教书先生 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在愚昧的山村里暗生情愫 奈何受制于兄弟身份 否则她一定全力帮助雪梅逃脱 即便足以依靠的臂膀寥寥无几 雪梅人士不愿放弃一丝出逃的希望 邮差经过时 雪梅将写好的求助信塞给邮差 在祈求之下 邮差也应下免费帮她送信 匆匆岁月在煎熬下过得尤其缓慢 山沟被营庄诉过 可在雪梅心中 已不知熬过了多少寒冬 春去冬来 却迟迟没有回信 这一日村长接到通知 上级领导要来村里视察工作 为了应对检查 所有被拐卖来的妇女都被藏到山里 以营造良好健康的村政环境假象 德成如往常送书 在一本本书的联络之下 那星星相应之苗 也在心底悄然迸发 直到事情外露 面对上门捉尖的德贵 德成沉默地抽着烟 在列祖列宗面前 老爷子给德成两个方案 一是找村长评理 弄得村里人尽皆知 第二是私了 而结婚时 问德成借的钱 就当赔礼道歉了 第二天一早 德成就收拾了行李 抛下了雪梅 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家乡 她没勇气带走雪梅 她口口声声说的爱 其实只是掺杂着生理的欲望 经过这件事 雪梅彻底清醒了 没人能信 她只能靠自己 走投无路的她 来到小卖部 靠出卖身子换来四十块钱 趁着一家人无所察觉 她拿着这笔钱 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她翻过了大山 又来到了那条马路 这次雪梅搭上了去往镇上的车 紧蒙慢赶地跑到汽车站 雪梅坐上了开往城里的大巴 可车还没开多久 却被黄德贵一行人拦在路上 一辆车一辆车地盘问 司夫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开门 不然我就没名了 司夫 司机不想惹火上身 还是给黄德贵开了门 嫌有乘客声称正义 也被这是家务式的贺令声耻退 光天化日之下 路人对雪梅的求救更是无懂于衷 被抓回村不是最恐怖的 让雪梅发疯的是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雪梅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发疯似地吹打自己的肚子 如果她生下孩子 孩子将是她一生的羁绊 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座大山 愤怒的男人想教训雪梅 却被母亲牢牢拉住 所谓的婆婆祈求着她 最终向她下跪 雪梅就此呆滞停止了动作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雪梅没力气逃跑了 她想到未来这些善良的孩子 也要留在大山里 靠卖媳妇传宗接代 与罪恶相伴一生 于是她索性叫来没钱上学的孩子们 将泥瓦房变成了教室 她明白知识和教育 会避免这群山村的娃娃 成为第二个黄德贵 她试图用自己微薄的能力 拯救这座被无知蒙蔽的小山村 可荒唐的下线 永远在冲击着雪梅的认知 池塘里飘起的女婴 又是一个关于重男轻女的悲剧故事 雪梅震惊女婴的凄惨 更震惊于村民的漠然 十月怀胎的日子终始结束 好在雪梅生下的是男孩 否则不知她又会面临怎样的悲剧 可尽管如此 她在男人家的地位 并没有因为生孩子而提升 孩子还没满月 她就要做粗重的农活 男人也依旧对她呼来喝去 婆婆也照样把她当犯人一样 去邻居家串门都要干预 给家人的信寄出一封又一封 可雪梅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 原来油柴早和黄德贵串通一气 每次雪梅寄出的信 油柴转手就会交到黄德贵手中 村头的孩子李青山看到这一幕 她恰好是雪梅的学生 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她 还要帮雪梅到镇上去寄信 懵懂天真的孩童是大山里最后的良知 几天后村里来了辆警车 随行的还有雪梅的父亲 走 回家 两腿发软的雪梅被父亲扶上了警车 听说被拐来的媳妇要跑 这可惊动了全村的人 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他们不懂法律 也不在乎是否犯罪 显然在警察面前 他们仍不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茫茫人海全民行凶 不知者无罪的谬论在扭曲的心理下被演绎到了极致 即便枪管之下也未能阻挡他们的横行霸市 蛮横成了他们挑战权威的力气 无奈之下警察只能带着雪梅妇女俩先到村委会避一避 你咋能这样干死呢 连个招呼都不大 就要把人带走 才会把村委会放进去 对不对 史上没给你们打丈夫 做事怕给你们添麻烦 麻烦 麻烦怕啥呢 俺们当领导的 就是为人民群众解决麻烦的 要不然 要敢说啥呢 讽刺的是 这几年雪梅不止一次找村长反映过问题 可最后都无疾而终 在村民蛮横屋里之下 警察只好让雪梅妇女俩留下来 承诺三天后 等他们带上增援 再来解救他们 然而第二天一早 这家人准备把雪梅带到深山老林里藏起来 雪梅父亲拼命阻拦 却遭到黄德贵的暴打 盲山是李昂指导2007年上映的作品 冯先生与八孩女子事件发生后 李昂导演直接放弃盲山的版权 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拐卖妇女背后的黑暗 当电影照进现实 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 拐卖妇女的案例不在少数 而且还在持续地发生着 不可否认 国家打击贩卖人口多年 但该现象人屡见不鲜 离不开很多落后地区 根深蒂固的思想 没钱娶媳妇 就花钱买一个 这句话被这些人说得轻描淡写 包括徐州风险女子事件中 周围的人们没有人贩子的概念 并不认为这是在犯罪 以至于出现盲山中 全村全民犯罪的现象 这种无法翻阅的盲 是眼盲 是法盲 是文盲 更是心盲 有作家曾提出 如果打击拐卖现象 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 对此借用刑法专家 罗翔老师的一句话 如果天塌下来 正义才能得到实现 那就塌吧 买人惩罚太轻 和执法不严 也是很多买家 心存侥幸的原因 与其怕人贩子死刑 还不如家中买方的刑罚 从根源上杜绝 泯灭人性的拐卖案 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